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研发的高性能碳纤维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他就是张国良 熟悉他的人都这样评价 别看他是企业老板 但技术上 他可比技术人员还要专业 碳纤维被誉为新材料之王黑黄金 因其具备强度大 耐高温 耐补食 导电好的优良特性 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 交通 医疗等军民产业 2005年 张国良在找寻新项目时 碳纤维进入他的视野 虽然我国的碳纤维研究已有40多年 却一直无法实现产业化 而掌握这项技术的少数国家又长期实行技术封锁和垄断 导致碳纤维在我国市场始终供不应求 影响了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发展 听到业内人士痛心疾首的介绍 有着朴素爱国情怀和浓厚部队情节的张国良决心 一定要完成碳纤维产业化 当时 国内的碳纤维研究还处于实验探索阶段 专家们对张国良的想法 一片质疑之声 碳纤维难度太大 有些国内企业几个亿砸进去 连碳纤维原丝的影子都没见着 你能行 哪怕倾家荡产 也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碳纤维 张国良把打拼多年的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 自己全身心投入碳纤维产业化之路 2005年9月29日 张国良的碳纤维项目正式启动 并提出为祖国争光 为民族争气的发展目标 多年从事纺织机械的生产经验 让张国良敏锐了发现 碳纤维的生产原理与金轮的生产工艺有相通之处 知识技术要求更加苛刻 认准了目标 张国良把自己完全抛进了碳纤维的世界 他几乎找遍国内碳纤维领域的专家 查遍有关碳纤维的信息 记下3000多个主要工艺数据 从决定搞碳纤维的半年多时间里 他读过的相关书籍和资料足足有两米高 我在实现一个梦想 我被梦中的激情所燃烧 做出中国人自己的碳纤维 一手64行散文诗 到处张国良对碳纤维的吃 也因为这股诗迷的尽头 一群满怀碳纤维中国造梦想的人 带着几十年碳纤维研究的经验 脱颊带口来到连云港 跟随张国良组成了一支碳纤维产业化国家队 简单说 碳纤维的原丝就是无瑕疵的金轮 再将原丝经过碳化就得到了最终产品 然而 要真正做到无瑕疵 和实现稳定的碳化过程 张国良历经了数次失败与再攻关 是生产过程极不顺利 倒一个工序 卡一个工序 输料管堵塞了 将料越来越稀拉不出丝来 拉出丝料却断断续续 质量不好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越做越多 所有人仿佛掉进了迷宫 筋疲力尽 张国良更是一连76天没 又离开车间 在不断失败 不断攻关中 张国良带领团队去得一个又一个突破 2007年成功生产出第一批碳纤维 2010年 100吨T300级碳纤维规模生产 打破了发达国家 对国内碳纤维市场的长期垄断 2015年成功攻下了干噴石坊T700碳纤维工艺 成为我国唯一 世界第三个 攻克这一工艺难题的企业 再到T800批量生产 百吨级T800约四线向千吨跨越 在碳纤维生产步入正轨后 张国良持续加大碳纤维的厚道制品研发力度 将碳纤维成功应用到碳纤维自行车 碳纤维小提琴 碳纤维羽毛球拍 仿制机械零部件 空轨列车车厢等民用产品中 以及航天及火箭等国家尖端领域和国防建设领域 在张国良看来 是技术创新让他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 碳纤维产品以签计划 BC